这一株校园植物在操场边 我们学柱楼跟气象局中间的这个围墙这里 哦 下面有一只虫耶 有看见吗 好 不过没关系 很难对焦 那这个的话呢 大家想再猜猜看吗 这个是什么 那这个呢 是枫叶 是构树 还是桑叶 哦 这边好像它虫害还蛮严重的 好 那但是这个竟然都不是哦 这个竟然是畜树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哪会 我看它这个叶片啊 裂得很深啊 然后又五列啊 很漂亮啊 可是我们上次有没有跟他说 主要要看它的果实或看它的叶树 看不看得出来 它是两两成对 所以呢 上次的风是护声 这次的醋是对声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醋嘛 亲戚的漆再加木布嘛 那亲戚感情好 有没有看见 这样很明显 两两成对 两两成对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机会 后面这个是香蕉 我们上次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等到它开花结果 其实看果是最准的 来我们这样子用香蕉当背景 有看见吗 它是不是两两成对 所以它的叶子是对声啊 那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到它结果 它的果是赤果 就是翅膀的赤 风的话是赤果 那可以帮助它传播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这个的话就是醋树 它会结赤果 然后它的叶子是对声的 调整一下 小妹 轻松